现在中国不但在经济上面已经面对了 整个川普上台以后这种铺天盖地的压力 而现在最可怕的是 他在军事力量上面完全不是美国的对手 好说到了台湾的军力 其实呢最近大家非常关心的这件事情 当然就是海马斯火箭系统 尤其呢在俄乌战场上面 他已经有实战经验了 乌克兰也透过了海马斯火箭系统成功去反击 那么如果说海马斯火箭系统 在台湾可以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呢 其实最近我们已经收到了 第一批的海马斯火箭系统 那么现在被认为说 他其实就可以来反制说 如果真的出现了这些海渡军队的话 在第一线我们可以直接反击 而且包含了今年底 有机会也可以收到了 地表最强坦克M1战车 但是除了这些已经要收到了川普2.0 台湾未来还可以收到什么样的军武 我们还希望可以买到什么呢 像是以这个派里级的成功级飞弹巡防舰 其实这种巡防舰 目前台湾已经有了10艘 但是军武专家也说了 因为台湾现在有了这个 诺克斯级的巡防舰 实在太过老旧了 老扣扣他已经50岁了 所以如果说我们要取代他的话 建议这种派里级的这个巡防舰 可以再加6艘 它的作用是什么呢 就是因为共军 他们很喜欢在灰色地带里面 三不五十就开他们的巡防舰出来巡一巡 所以我们必须要派巡防舰 无时无刻的盯着他们 属于盯售的功能 而另外包含这种神盾舰 被称为是防空界里面的扛把子 它有多强呢 台湾现有的是这种既得舰 但是它单次可以发射 只有四枚的飞弹 但是这个神盾舰不一样 它单次就可以发射了 24枚的飞弹 所以它应对的是什么 就是如果共军 他们一口气飞了 很大量的尖15尖16 大量的共军在空中飞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应对这种饱和攻击 一次24枚的飞弹把他们炸下去 所以专家也形容这很像是海上风炮一样 但是这一些相对会觉得可能性比较高 有一些被认为好像是梦幻清单 如果真的要军够的话 好像几率是比较低 但并不是完全不可能 要说到了这第五代的F-35战机 其实台湾也很希望拥有这种 这么先进的战机 但是这种第五代战机 它现在厉害在哪里 还记得吗 之前以色列他们在反击伊朗的时候 也曾经实战过 对应就是共军的尖三术 当然共军的这尖三术 跟F-35的能力相对是有差别的 虽然被认为说 售台的几率比较低 可是不要忘记了 现在美中如果属于对抗的话 如果川普希望可以让我们这边的 整个军力区域相对是比较平衡 或许也有机会 那么说到了这个逆宗战机 就一定要提到这一个逆宗飞弹 AGM-158C的远程反舰飞弹 它的射程非常的远 而且它非常的聪明 不会发出电磁波 它是自己去吸收你这一个 舰艇的这些资讯 所以吸收到之后 它就会去扫描 AI扫描之后发现说 你哪边是最脆弱的 这时候它就会主动去攻击你的 最脆弱的地方 所以现在被形容说 它真的是非常聪明的反舰飞弹 如果说台湾未来真的有希望 可以获得了这些逆宗战机 加逆宗飞弹 当然是非常好的梦幻清单 不过最重要的是专家提醒 我们最主要还是希望可以国防自主 最近有很多台美之间的军事新闻 也可以代表说 台湾跟美国之间的军事合作 真的跟过去不一样了 过去我们要有任何的买卖 有任何的训练 有任何的合作 都要遮遮掩掩掩都要在台面下 可是现在不演了 完全公开在外面 之前我们不是讲吗 我们派了很多人跑到了美国去学习 这个海马之火箭袋 如何装填 如何运输 如何驾驶 这些的画面传算 又把台湾吓死了 会有这个东西出来 没有多久 11套的海马之火箭袋 就已经在我们的高雄港出现 不但在我们的高雄港出现 结果我们的滨海作战司令部 竟然要成立了 成立在哪里 成立在带水 那这中间有什么差别呢 你说关键就在于 以前 中国要来包围就包围 中国要来骚扰就骚扰 干嘛讲 把你包围起来 可是如果 我今天有了这个滨海作战团之后 我有了海马之火箭袋 我有了无人机 我有了ATS研 我有了这些装备之后 今天你中国所有的 临岸的设备 你从浙江到福建的港口 都在我的攻击范围内了 老大哥不只是我们讲 川普当选之后 中国要倒大煤 而现在就连台海的战事 都叫四个字反手为攻 为什么会讲反手为攻 你各位 这是我们最新一次看到 整个中国的军演 大家还记不记得 力箭2A2B随便 随便它力箭几型的 你看就是把你台湾包围住 但只要等到我们115年的时候 滨海作战团成立之后 各位 他的局面会变成这样 反过头来 宝贵哥你知道这一圈 一圈 一圈的红圈 那什么 刚好跟这个重叠 对不对 对 那是我们的射程范围之内 换言之 你再来包啊 你所有的每一艘舰队 天上飞的 海上跑的 都在我的射程 以及我的雷达锁定 包围 所以在前一段时间 你对台湾来讲 你要来就来 你要围就围 你要飞就飞 我哪里一点办法都没有 可是现在不一样的就是 原来这个滨海作战团 刚刚讲的 我有海马斯火箭带 我有这个所谓的雷霆2000 我甚至包括 我在这个时候的天空飞弹 加上 我有很多的飞弹的射程 这个飞弹的射程 完全归谁管 现在完全统合在 滨海作战司令部 滨海作战司令部 是谁在帮我们指导的 是美国帮我们指导的 代表 导播我们看 一 二 三 四 代表我们的滨海作战团 有四个攻击点 而且宝兰哥 这个位置都悬挤好了 我会想 为什么悬挤好了 第一个 他是沿着西岸呢 总共设四个点 由北到南 你说为什么要设西岸 因为理由很简单 你有没有仔细看 但中国对我们环台军的时候 东岸都压缩到非常极限 因为在旁边有日本 所以你如果战争或战事 越到雷石一步 很有可能日本会从后方来 对 我别忘了哦 日本是他的 我们讲的西南岛屿 那边一大堆 一大串 美军在那边也不防 所以他一定 势必要往这边压缩 因为上次 陪洛西来的时候 他们就试射飞弹 射飞弹就射太远了 射到了日本的领海 就被抗议了 对对对 马上就 我挠回来 我挠一下 所以当我们把四个点 射在西南岛之后 你仔细看哦 他所包围的范围之内 这是以300公里 我们讲的作为一个基准 代表说你所有 包括我们讲的 海峡的这个中线 全部都在我的范围之内 而且你这个300公里 就是海马斯 多管火箭弹的射程 对 而且宝贴哥 300公里算是客戏 为什么 我跟大家讲 现在我先讲 我们现有的 115年即将成立 第一个 飞弹大队 也就是海峰大队 他有什么 他有熊山 熊山你如果说 增程300公里 其实也不是问题 只不过他是我们国产的 海马斯原本他自己就有 陆军战术导航系统 甚至还可以做舰载 叫Attacus 也是300公里 他还可以加装什么 如果说美国愿意 援助我们增加增程型的话 不好意思 可以到500公里 而且再来第二种 还有什么PRSM 就是在这一次美国 我们讲的军演里面 勇敢自盾军演里面 大放异彩的 甚至直接把舰艇两枚 就把1000吨集成的 就是这个PRSM 对 精准导弹系统 所以这个来不好意思 他也是500公里 以前我们刚刚讲的 你以前都有 集成战舰的演练 可是你以前 集成战舰的演练 通常最后一集都是鱼雷 因为你在鱼雷 在水中攻擊的时候 你可以直接打到龙骨 你才可以造成最大的伤害力 可是这次不是 这一次的骑程巨役 我透过PRSM飞弹 我从空中就可以把整个船 一刀两断了 对 而且不是这样 我们刚才讲的 这叫定点设计 那你除了定点之外 你以为是这样之后 不是喔 飞弹车它最擅长的是什么 移动 所以即便我是1234 那请问一下我飞弹车 一台我们讲的也才16吨而已 它可不可以绕过 然后跑来开来宜兰这边 可以 开来宜兰这边 所以全台湾都是我的 打击范围之内 所以你看到的是只有这样 对不对 其实不是它是整个这样 都只要它道路能通 而且你根本找不到我 我随时呢 只要花个一个小时 部署阵地 我马上立即就可以装弹射击 然后打完就跑 人在跑 而且不是这样 我们讲的是陆地 它海上还有什么 飞弹快艇部队 飞弹快艇部队可以装什么 也可以装熊山 所以你不要以为说 我很讲飞弹快艇 它就是一艘船 它就一枚 发完之后 打完我就跑 所以你想想看喔 在这整个部署之外 还有一个最重要的 海洋监控指挥部 你知道什么叫 海洋监控指挥部吗 别忘了 冰海作战队 它有所谓的陆军系统 那时候我们讲 无人机是要买900台 然后900台里面呢 300台说是杀人的 600台呢 说是侦查的 对不对 不好意思 这个就是用对冰海作战队 最保险的一切都逻辑了啦 为什么突然说要买无人机 为什么突然说要买弹簧刀 为什么突然海马斯来了 突然间开始跟我们讲说 美国又要增加什么的 甚至我们的胸风 还有最重要的 鱼叉反见飞弹 快艇 但是这是为中国 它对台可能侵略的剧本 量身打造 量身定做 作为反制的一个单位 而美军已经协助台湾 协助中华民国 一步一步的 把这个想象化为实践 而且我们看到 现在这个数字都出来了 这个数字是什么东西 我们刚才讲这个鱼叉飞弹 我们的鱼叉飞弹非常妙 是我们有陆基的 我们有空中的 我们有海上的 我们大概有100套的 美国最新型的鱼叉反见飞弹 我们有400套的 雄风反见飞弹 我们有100套的海马式 加上PRSM的飞弹 还有我们现在的 包括我们的飞弹快艇 跟大量的无人艇 这些未来要全部 统合在滨海作战指挥部里面 宝贝哥这些概念 最重要的一个概念是什么 我们要阻敌于探案 就是说我绝对 不让你越过雷石半步 宝贝哥你知道多管游戏 有特别吗 你知道多管游戏 是不是可以打人 可以吗 人一般的士兵软性的可以打 他还可以打什么 装甲车 你现在看什么叫打人 比如说他其中有一个型号 而且我记得他还可以装极速弹 对马上你讲到一个重点了 他有一个A型 A1型 他就可以装极速弹 植母弹 等一发打下去之后 你如果真的不信了 让共军登上沙滩 对不对 不好意思我进城的 75公里范围之内 我可以先用这个火箭 直接大范围的进行杀伤 而且不是这样子 你就说余轩 我注意到一个盲点了 300公里 75公里 那150公里怎么办 不好意思 美军也想到了 他现在又研发一种 也是这种多管火箭 这不是Attackens 真程型 150公里 所以外界保险哥 从一支援中进 未来只要配合之后 不管你是软的 硬的 装甲车 战车 登陆箭 反正能打的 光靠一台 还把四火箭 通通一箭搞定 而且你刚刚的画面 那个画面是什么 他居然里面都是乌钢球的 预制破片 乌钢球的预制破片 在这个弹头里面 我可以居然一下子放了18万颗 而且我甚至还可以做什么 我还可以做这个所谓的 破甲两用的子弹 保险哥我跟你保证 这绝对是地狱景象 你想想看 你今天是共军 我不管你今天是一个班 或者是一个师 或者是一个铝 或者是一个链 上岸只有200格 你想想看 第一个先面对要什么 雷霆2000 雷霆2000 那个空炸范围是整个足球场 就是像跟你讲 天女上话兵兵兵兵 然后你还得面对到 有可能带有子母弹 18万枚急速弹这种乌钢球的 这种我们讲的海马式火箭 所以对他来讲说 我可能不管是你的人 或者你的剑 我绝对都有各个方方面面的杀伤 各位 我们最近两位听讲讲 台美之间的军事新闻 是一个接着一个 一个是我们居然放了一个消息 放了一些照片 我们跑到了 美国去受训这个海马式火箭弹 我们怎么样的运输 怎么样的驾驶 怎么样的装填 然后那装填完了以后 海马式火箭弹 11套就进到我们的高雄港 进到我们高雄港之后 我们现在就传出来说 我们现在还有 这个所谓的ATSM的飞弹 也会加着进来 不但在ATSM的飞弹 加进来了以后 我们未来的急速弹 这种破产弹也会进来 然后今天最新的消息是什么 我们要在淡水 成立这个所谓的 滨海作战司令部 这都是一套完整的想定 而且按照刚刚宇轩讲的 以前是你中国要来就来 你中国要为就为 现在有了海马式火箭弹 有了ATSM 有了这些飞弹 再加上我们之前的雄山之后 我们真的可以反手为攻吗 我们先讲美国滨海作战 其实美国滨海作战的概念 它很简单 就是说它利用海军陆战队 做什么 先进玩打强攻 打下几个小岛之后 它开始进驻装甲车辆 这些装甲车辆很厉害 它可以加装 比如说陆射的薰衣飞弹 陆射的防空飞弹 就架跑之后 导引美国海军进来 那我们现在要学 我们也是滨海作战指挥部 我们要学 但是我们不是学进攻 我们学防守 防守就够了 为什么 为什么这样讲 因为其实台湾是手势战略 就是手势就够了 那我们先找到鱼叉飞弹 鱼叉飞弹以前就很厉害 我们想说 以前鱼叉飞弹就是略海 198年代 飞鱼飞弹不是很厉害吗 略海飞行 然后让雷达看不到 就可以攻击到敌军 鱼叉飞弹更厉害 它可以选择略海 然后它还可以选择什么 可以选择到了敌舰之前 突然要升 它叫BOP POP UP 就是说突然要升 然后再攻击 这是第一代的鱼叉飞弹 那美国卖给我们的 算是第二代的鱼叉飞弹 那第二代鱼叉飞弹 能做什么 能够攻击港口内的军舰 因为其实汪洋中立陶船 很老打嘛 就一艘两艘都看得到 但是你一般的反舰飞弹 要打到港口内的船只 不好意思 杂坡太多了 但美国他们早就发展 你说第二代鱼叉飞弹 鱼叉飞弹它搭配INX GPS 就可以让你打到港口内的军舰 那放到我们这边 我们成立了冰海作战团 假设鱼叉飞弹有四种 空射 陆射 浅射 还有陆地发射的 这些飞弹 通通在万一紧急的时候 通通朝你的 不只是海上的军舰 朝你的港口打过去 会怎么样 会先制打击嘛 所以说我们刚才说 这个叫反守围攻 其实这个就是说 所以我们的鱼叉飞弹 可以空中的飞机 我们可以从海上的战舰 我们也可以从潜水艇 我也可以从陆基 我可以从四面八方 四面八方 这个叫四中载峻 那四中载峻 基本上要形成饱和攻击嘛 这是第一点 那第一点的话 其实我们刚才说 兵台指挥部 它分为四大区 其实你要把说 这一个区域里面 还有几个发射单元 那一个发射单元 可能是一辆射控车 四辆飞弹车 这十辆的发射车 它可以到处跑的 换句话来讲说 你那个火力打击圈 它是可以到处移动的 那再加上 台湾的公路坊 很发达 你可以到处 比如说在山头 在海边 前阵子不是说 大陆都知道说 我们的飞弹发射震弹 没有 其实那个只是 其中一部分 我们可以到处尝密 因为这种 机动发射车 它的顾名就是 顾名的事情就是机动 机动就是让你找不到嘛 就是说 我知道你可以打我 但是我就让你找不到 再加上我们的 边台座专指挥部 它有所谓的眼睛 眼睛就是 监睁指挥部 那监睁指挥部就是说 你看得到 那看得到的话 其实基本上 就打得到 那打得到的方式有很多 你可以选择 陆上机动发射车 你也可以选择 雄风飞弹 或是说一刹飞弹 都可以 那换句话来说 我们就是 雄风飞弹跟一刹飞弹 就是我们对 中国军舰的打狗棒 你敢来我就打你的打狗棒 这个叫戏撑 然后各位听众 把他想象说 这个打狗棒 还可以上下移动 所以我们台风 暴风半计 不是会上下移动 对没有错 我们就是增加 对方增长我们的困难 当然我们要学 美国的兵海作战团 那个战力很强 不错 但是我们只学防守 光是防守就够了 好那我们该讲的 现在这个还码是火箭 但我这个装填 因为我可以自动装填 我有装填的气线 我三分钟就可以装填好了 装填好射完以后 我就可以马上离开 这个到底有多厉害 这个跟一般的炮兵 差异在哪里 其实我们家 我们从曝光的 脸书的影片中 照片中看到说 它那个叫所谓的发射弹箱 所谓发射弹箱就是 它六枚火箭弹 它已经装好了 对 比如说你到时候呢 你打完第二批要装挂的时候 其实你就直接吊挂 就是士兵操作吊壁 就是吊挂 那其实它的操作方式 跟一般的民间 那种起重机的吊壁操作 一模一样 但是就是说 它换的叫火箭弹箱 发射弹箱 那发射弹箱是储存运输的单元 就是说你可以安全的吊起来 那吊起来之后 补给车就离开了 那本身 发射车它本身就具备吊背 就可以直接从弹药补给车 直接吊过来 那其实它的过程是很快的 就是说它可以准备 再下次的起射 我们来讲 现在台湾跟美国 现在军事合作 感觉上已非无差盟 已经跟过去完全不一样 升了很多个等级 第一个人讲的 你现在海马是 已经把民火之上 公开的直接送到台湾来 我也不怕你知道 第二个就是 你说这个才是亮眼 而且很少人提到的 就是这个 有点讲的NASOPS 或者是说MASMS的 这一个防空飞弹 你说这个东西 如果它今天 可以跟鱼叉飞弹 它今天可以跟海马是火箭弹 甚至跟我们的天空飞弹 那个比起来更可怕 本来跟陆海空三军 终于到齐了 因为你如果仔细听 我们刚才在讲 所谓的陆军战术导致 或者是海马是火箭 你会发现一个动作 也却不对啊 但如果战机冲吵 我们刚才讲到的啊 歼35来怎么办 各位 大家知道 就是这个 这个就是解决方案 对不歼35 对 因为这个NASOPS 它所配载的东西 全部都是防空的 但你不要以为是 拦截那种 是有攻击性的防空 坏而是它是有能耐 将所谓的战机机械给击落的 为什么会这样讲 因为原本呢 这个所谓的NASOPS 它必须搭配两种 才做使用 一个叫做ANTPS-77 ANTPS-78 讲白了这是什么 这是对空雷达 对 它就可以去侦测了嘛 所以在装展这种 侦测单位之后 等于说你空中 有任何的飞行物体 或者是高速飞行的画面 只要从中国一起降 战机一升空 请问一下 它在方圆百里之间 能不能侦测得到 它就可以侦测得到了 所以它坚35啊 它是隐身战机啊 我侦测得到吗 对 没关系 你说坚测得不到 那个是距离范围的问题 因为当你越远的时候 你要想想看 台湾海峡两岸之间 不非常近 所以如果当它靠近的时候 或者说有任何的战机呢 靠近的时候 就讲白了 坚35真的是隐身吗 完全隐身吗 我打一个问号 你们红旗的东西 你们中国的东西 总是讲得很夸张耶 好 但是到时候开始要看嘛 来 第一个是这个 AM120 这个AM120呢 讲白了 请问一下F16有没有装转 有 有嘛 所以这是对空使用的武器嘛 而且关键在这边 它的射程是160到180 它刚好搭配另外一个 这个叫做AM9X 为什么 这只有37 保德哥 这时候玄妙的地方来了 请问一下我们我国原本有什么 有天宫对不对 防空飞弹有爱国者对不对 那防空天宫跟爱国者大概是多少 大概是最多100到200公里 所以这是远程的防空飞弹嘛 那另外的进程有什么 有麻雀嘛 还有我们讲的什么 刺针飞弹 那麻雀跟刺针呢 它就比较短了 开始降到50 降到10 所以你会发现 中间又有一个漏洞 所以这个漏洞就是 又由这个来补 这个逻辑跟海马斯一模一样嘛 就是我做一个高低搭配战力补强 海马斯跟谁雷霆2000嘛 那你这个东西包括A10 它160到180的射程哦 然后之后它一样 可以增加这个ER型 讲白这叫真层型 到我们讲185公里 所以换言之 整个在空域里面 你所可以复集到的范围之内 我等于是远 中 近 三个层次 全部复集 而且保底哥你知道这个 我们有这么多飞弹 对 而且我跟你讲 你不要以为这个拿Sense 它只能装这三种 没有 它还可以装别的 我只是讲其中的部分 最厉害在哪里 它叫做射后不离 Fire and Forget 什么意思 那这怎么打得到 对嘛 战机飞那么快怎么打得到 打得到 为什么 因为当它发射之后 保底哥它是锁定一个区块 我真的是这个区块 我进行我找到你 对不对 我进行射击 那射击之后呢 是由谁来进行追踪 不好意思 我们刚才讲到的 AM120自己来追踪 所以说它到了定点位置之后呢 它会开始用GPS也好 或者是热能追踪也好 光学追踪也好 开始自动导航 所以最后贴上 它的标的物的那一枪 是由这个飞弹 自主完成的 而过去我们所拥有的 防空设备 都没有像这样 有这么精良的一个 我们讲的装置 以及追踪的装置 所以未来将会全方面的 将我们的空域 有完全补给 而且我们现在光是 我们的陆队舰 也就是舰射武器里面 我们现在有熊二 我们也有熊三 我们也有鱼叉 而且我们也陆射版的鱼叉 都进来了 这是我们展示的是 熊三飞弹的威力最大 可是鱼叉最精准 对 为什么 你不要以为 洞越越大越好好不好 洞越大 只是代表说它的爆炸范围而已 你想想看喔 我们当时讲说熊三 是不是那时候 我们讲发射出去 结果你想想看 鱼叉在这边 这是熊三 熊三炸了这么大一个洞 来 熊二在这边 这是拿废弃线你来炸 熊二这个洞稍微小一点 但是你仔细看 鱼叉最关键在这边 一个 两个 所以代表什么 它是精准打击 就是我刚才讲的嘛 为什么我说A2A120很重要 因为代表说它可以精准地 锁定目标 而包括鱼叉 它的前面的弹头 都是一样搭载所谓的GPS席 但是它一旦射击之后 它会先用惯性的方式 主动去追踪你 所以就算你再怎么跑 也没有关系 而且舰艇跑得还没飞机快 所以等到接触到舰艇的时候 再冲击进去之后 贯穿之后 再进行引爆 一举摧毁 今天我们看到了川普也以世界维护者来自军 他说在小布希时代里面 乔治亚共和国被入侵了 在欧巴马时代里面 克里米亚被入侵了 而现在刚刚讲的 在拜登的时代里面 恶务战争打开 打起来了 我任内没有任何的战争 那你凭什么有这个底气说 我在任内没人敢打仗 有个关键 我在任内我要把美国的武器 发展到一个极致 而且这个发展到极致 它已经有破话了 不只是我们讲 川普虽然说要把所有的经济 都回归到美国本土 但是设计到一个大问题 他说不只是要回来 我们还要打造我们的铜墙铁壁 来保卫我们省的美国本土 铜墙铁壁 所以他就想说像以色列过去 最有名叫什么 叫铁熊系统 他说铁熊什么了不起 我们美国人自己也做得出铁熊系统 而且他说什么 我们就要在美国当地 美国本土制造 所以这个制造会带来什么 第一个大量的工作机 再第二个 会不会刚好汇集到 也就是他大量支持者 这种我们讲的中西代的 这种铁锈区 把铁锈区擦亮 变成不锈钢区 所以以前你是做汽车的 现在可以做军火了 对 而且不只是这样 他的计划是有延伸性的 他说除了我们这个美国之二之外 他的副手VANCE 甚至更进一步 他说我们美国最引以为好的 这种防空飞弹是什么 当然是我们的爱国者三型 而未来他说爱国者三型 不应该放在乌克兰 因为乌克兰 他说需要了 这个我们讲的整个战争的量 大概要多少 我们不如用在更该用的地方 叫做台湾 我们用来保卫台湾 所以这个防御系统 是跟台湾有关系的 那为什么要保卫台湾 因为理由很简单 他说台湾是资予美国整个 所有晶片的一个核心命脉跟重症 所以我们当然要保卫好他嘛 但是也不是无常保卫他 我们甚至可以干嘛 与其给他 与时不如叫他钓鱼 所以台湾有这么多 好的优质工业或产业 我们是不是可以直接把 美国未来的军股 直接在台湾当地 自己生产自己制造自己使用 在台湾生产制造 对嘛 包括所以我们讲的 美国的这个国安的顾问 这个我们讲的 博敏也讲了同样的想法 而现在呢 甚至是美国公布了一个最新的影片 你知道这个影片是什么吗 也通通全部都是本屋组制造 也是他们洛克星的马丁的讲了说 我们未来要怎么样 把这个战术直接串联起来 比如说第一个 就是我们讲的F35 各位你现在看到画面 他什么 他是踹门者 他可以说因为我们F35 现在有非常多的衍生型 包括我们的电站 比如说我们可以这种B型 直接在航空母舰上起降 透过这些零零种种 他可以达成所谓的全方位的散备 跟全方位的军备 而另外第二个 就是我们刚才讲到的 爱国者飞弹三型 他说爱国者飞弹三型 我们也有调整过 因为以前一枚爱国者呢 大概是900公斤 但现在我们把它降小 降小 变成300公斤之后 三分之一 对 三分之一之后 各位你知道可以发生什么事情吗 一台飞弹车 本来只能装4枚 现在可以装16枚 而且还变成什么 主动的这种雷达引导 目标自己会去打 而且再来更进一步是什么 Intel 最近我们讲 一直大涨股票跟微软 他们做了什么事情 把两个东西结合在一起 各位我们是不是介绍过 Link 16 Link 22 等于是未来美国 不管你看到的是爱国者飞弹 或者是F35 甚至是地面上的部队 甚至是舰体 就你现在看到的这个模拟画面 通通大家全部连贯在一起 而且共享同样的云端 共享同样的战略资讯 而且甚至只要透过5G 就可以把所有人串联起来 透过这样的方式 来宣示说美国制造决心 而现在在乌尔上面 美国现在这个 所谓的战场实力 跟战场管理 已经得到验证了 对 所以我们讲 美国 透过把军火送到乌尔之后 你发现一件事情 整个完全跟以前的战况 截然不同 特别是有一个单位 叫做亚述引 事实上亚述引 美国是到最后才开绿灯 他是到6月11号 他决定说 好吧好吧 给你们这个亚述引 为什么 因为这个亚述引实在太骁勇 散战 太凶狠 所以给他们每支武器 他们现在已经打到哪里 你知道吗 打到哪里 打到俄罗斯的边境了 所以坏言之 所以亚述引现在是如虎添翼 你有没有算过这时间 才给他们一个月 就已经从原本的胶着带 一路我们讲是 打到边境了 打到边境了 所以你知道我们看到那画面 多可怕 包括你现在看到画面是什么 是他们透过所谓的坦克 来对于整个俄军的阵地的 进行大规我们的压阵轰炸 甚至是俄军的战车 直接被他们的无人机 那个像放烟火一样 你知道吗 无人机飞过来 然后整个烟火四射 甚至是因为现在天气很热 整个乌尔战争的战况 有时候比较低纬度的地方 刀打到发现49度50度 所以他们说打到之后 你知道发现什么状况吗 被轰炸就算了 结果轰炸完之后 旁边都是野火遍布 而且你知道高科技到什么程度吗 他们有这种无人机 有这种GoPro 所以他们就讲 我们可以串联整个战场 比如说他有一个阵地 这个阵地里面 他是位在阿夫迪夫卡的森林里面 结果没想到一边炮起 一边迫起炮 然后另外一边在干嘛 战伤救援 直接在现场就开始替他们包扎 然后做进行分类 而且各位你想不想看 为了还有什么 F16嘛 F16是不是也会进入到 这个我们讲乌尔战场 所以你知道吗 现在五角大大发现人 吓坏了说 这个亚述太可怕 他说我们 慢一点 他说我们F16会派 但是绝对不会打到俄罗斯的本土 那为什么要讲这句话 代表说现在整个乌尔战争的前线 都已经推进到 俄罗斯已经退无可退 而且在靠近本土的时候 他会产生一个状况 这个状况是什么 代表俄罗斯的后勤补给 以及他的战争的援助 会全面被撤离的阶段 所以他如果押到他的边界了 代表前方的俄罗斯军队 前没了 孤立无援 后方呢 没有人能够来帮忙 所以他们说 这个恐怕会造成整个乌尔战争的 一个game changer 好 瑞德 我刚刚讲到在过去八年里面 蔡英文总统总共跟美国买了5400亿的武器 而中间刚刚讲最关键的武器 其实都是在川普时代 我刚刚讲到我们的M1A2 我们的爱国者飞弹 包括我们的鱼杀飞弹 这些非常重要的全部都是 现在未来的四年 大家就会非常注意到说 难道真的川普会开绿灯吗 开绿灯 台湾就很多本来想要买的 我们真的可以买得到吗 告诉各位一件事情 台湾嘛 我不是以美论 有人说我是以美论 你错了 我不是以美论 我从头到尾都不相信美国人 为什么 美国只是把台湾中华民国 当作他的棋子 但是你要告诉 我要告诉大家就是 我们要当有用的棋子 我不是随便你要下就下 然后随便你要对我好就好 随便把我去之如必喜的时候 什么都不要 看看拜登是怎么对待阿富汗人的 阿富汗不要 不要阿富汗丢了跑了 你知道吗 整个阿富汗落在神学士的手上 所有的老百姓跟妇女孩子 全部有招人荼毒 美国人是这样对待阿富汗的嘛 所以我们台湾一定要自立自强 为什么呢 你是个棋子 但是你要有用嘛 在拜登的时候呢 那么拜登三年半以来 跟台湾卖了16次的军兽 然后呢 川普卖了11次 但你知道吗 宝洁 拜登百分之上是不是16次的军兽 他没有卖台湾一个高科技的武器 都没有 我必须很公平地讲 拜登没有 他有送什么刺针飞弹来啦 标枪飞弹来啦 我们买的1780枚的措式飞弹 送的不少来啦 但问题是送来的这些飞弹 包括送的还有包括我们买的 这些武器都是老共一旦 要登陆台湾的时候才用得着的 在他还没有登陆来之前 请问一下 他卖我们什么高科技武器 没有 什么都没有 可以告诉你 但川普当年卖我们什么东西 卖我们 包括这个海马斯火箭弹 M1A2T的这个布莱德坎克 然后还有包括这个 AGM-154的相关的这个等于说 那么这个空对地的飞弹等等 还有MQ-48 那个四艘的这个死神无人机嘛 对不对 但是大家要知道一件事 那为什么拜 为什么这个川普啦 川普为什么卖我们这些东西 对不对 可是川普当时为什么对台湾那么好 你不要忘记他的国务卿是庞佩奥 对 你不要忘记他的这个 包括他的国家安全顾问 这些都是支台派 清台派跟反中派 这些人现在不在他的身边 所以你要知道 这些对台湾比较友善 比较友好 这些人没有在他旁边 所以我们现在跟四年前的态势不太一样 那还有 请问他卖给我们的东西 已经进到台湾了吗 有些还没有 我们已经拿到 我们买29套 那时候所谓的 拜登本来卖我们的帕拉丁的自走炮 后来说因为产线已经停止了 所以要改卖我们增加11套的这个 海马斯火箭弹 对 台湾到现在29套的海马斯火箭弹 一套都没拿到 还没拿到 今年年底才可能先拿到十几套 问题就在今年年底 他的理由是已经先把它挪去 给这个所谓的乌克兰使用嘛 所以我们台湾 我们不是不买 我到现在 既然川普这样讲 对不对 说台湾要多付这个 不管你是说保护费 还是皇位费用 我告诉你很简单 赖清德政府 现在直接跟你讲 到时候川普11月当选 一月监视就任台湾 立刻给他送清单 送什么清单 你不是要我增加我的均数费用吗 对 要我保护费 送保护费 我就开出我的保护费清单 你要我缴保护费 你也要保护我 为什么呢 日本三口主 如果你缴保护费 每个月缴保护费 就送你一个三口主标准的话 放在店的门口 其他人就不敢来 你住集会到川会赶来 我三口主就跟你火拼 不是这样吗 好 你要说我保护费是吧 好 直接开清单 我要求 如果川普要求我们开保护费 我们F35 ABC 随便哪个系列 30架到50架 我们的神盾舰 3到5艘 然后呢 AGM-158 逆中长距离射程 超过370公里的空对地飞弹 卖我30枚50枚 然后呢 智慧型水雷 跟我们现在用的那个 众科院的万象型水雷 不一样 可以直接用C13-12F16 发射到海峡中线 直接放下去炸掉 它的洞拐5 它那什么洞55的 这些智慧型水雷 还有 刚刚不是讲说 之前卖我们的四架死神无人机吗 对 贵得要死啊 非常贵啊 MQ-9B 问题是 不给我们挂架 不给我们飞弹挂架 只必能监控用 要求川普政府 如果你当选了 全部都四架 都给我弄上它的飞弹的挂架 为什么 因为可以发射地狱火飞弹 我们地狱火飞弹 台湾已经买了3000枚了 再给你买2000枚了 我跟你讲坦白 单单我讲的这些 已经超过几千亿了 保护会够了没有 有人说 到时候如果国民党 还是民众党 党怎么样 我告诉你 他敢党大家走着瞧 好 有人说 那川普美国政府 不会卖你这些高科技的 那你又要跟我要保护会 我直接给你开清单 我要买 不卖是你不要卖给我 你知道吗 我就直接跟你耍了 很简单 美国一开始 台湾撤退 然后到台湾 那么中华民国政府 撤退到台湾来的时候 美元是 拜托欸 那时候蒋介石政权 去得罪了这个 等下杜鲁门 可是杜鲁门到后来 拼了还是给你美元嘛 给你钱 给你武器嘛 我们的胜利女神飞弹 就这样来的嘛 那你以为 美国是为了台湾 你少来 我不是移民美论 我从头到尾不相信美国人 美国人是 把他们自己的利益 置于最高的境地 因为台湾 没有台湾没有这个 不成的航空母舰 跟第一岛链 我跟你说 如果台湾真的被老共拿走 不要说台积电 那些世界晶片 不要讲那些啦 台湾真的拿走了以后 中共所有的飞弹 相关的这个 核潜舰 这些核子系 潜水艇 就永远不用 不用再以海南岛为中心 它的基地 就在我们的花莲跟台东 一下去就是深水的太平洋 官岛 夏威夷 珍珠港 跟美国成为他们的活动箭靶 我讲坦白就是这样啦 台湾的价值 就在帮你美国守住太平洋 所以到底是谁 去保护谁啊 好 了解 那现在的 川普是吻啊你 川普现在是千个两岁 你现在就吻了 吻了以后 台湾是要怎样 川普吻啊 你都不知道 六月火热火 这个天这么凌热 川普干一堆兵 你知道吗 干一堆兵 有夠量的啦 当然很多民调说好像没有赢很多 其实不是这样啦 那整个气息 我说你看他现在开始 贴内的一直滴 钱花不了了 就是钱花不了了 贴内一直滴 拜登才会说 不然我又滑了 拜登说 他又有钱 他像滑了 他现在不开 意思是 不用怕 我又有很多牛糞 所以川普现在的总控 刚才瑞德胸在说 他说到一次 他之前跟我们说 要把他保护 其实我是赞成 对 我也赞成 你要保护是比较小的 大家说清楚 六百元八百元一千元 我都中立 但是目前大家正常买这些 他也知道 台湾现在的火箭堂 跟他的土堂 定位系统都有 全黨人的地圖連這裡所有的 建造機的拋著 第一時間他要蓋你完結 一定先跟你拋開 你就F16 AV現在該CD 讓你FG都沒辦法拋了 你來賣完 賣完什麼 F35米 你現在放在保留那個F35米 隨時起降 可以直接起降 那種萬年 第一時間而已 我們空腰都沒有的時候 我們F35米還可以拋 你要賣完沒有 你要開始把這些情侶 溜度的 讚的武器 賣一些過來 你像出一隻手 要幫我們收保護費 好了 現在不要說 保證 8800 約1000約 我們掉了 他說接受保護 是要蓋我們比較好而已 保護會起來買 咱們 因為都保險 我之前掉了是保險而已 保險不是標示你不出事 他兵有要來嗎 這就是紅線 中國大陸有話說 出兵來台灣 這就是大陸我的紅線 我不是蓋台灣 我這邊就蓋你 所以這樣就好了 我們要自立自強 但是我們沒有美國人 我們外國人 我們不會 這是什麼 你去換百種牌 我們去換國吃過 法國牌的治療 就不通了 所以這個事情 可以公開討論 大家公開說清楚 現在川普真的就在做兩件事情 他已經十面埋伏 十面包圍了中國 他現在根本有可能 對中國發動戰爭 因為之前不是講嗎 他在之前第一任戰爭的時候 他本來就想發動一場戰爭 只是那場戰爭沒有成行 好沒有錯寶傑 事實上他接下來的任務 我覺得幾個 第一個他對中國覺得 會大顆關稅 再來就是說 他今天不是說了嗎 這是要台灣交保護費嗎 寶傑我跟大家講 他其實就是真的要台灣 提高我們的國防預算 為什麼這樣說呢 你看這個有人就整理出來了 在這個川普時代賣的東西 跟拜登時代 你看這是很直觀的 差太多了吧 不對稱武力的部分 然後包括說這個軍售維修的這個部分 彈藥的部分 還有傳統坐在能力 你看川普每一個數字 都是壓倒拜登的 那有人就統計出來 川普一共價值183億美金 賣給台灣 那拜登只有44億美金 差這麼多 差很多 而且他賣了 F16CD賣給台灣 然後新裡帶的這個 電站夾倉賣給台灣 M1A2的這個坦克車賣給台灣 海馬斯賣給台灣 這MQ9B賣給台灣 什麼他能賣的全部都賣 對 所以顯然這樣 他嘴巴是說台灣很有錢 所以你要多加一些保護費 但是事實上 他為什麼要台灣買這麼多 保證人家 事實上真的兩岸開戰 或是真的趨勢充足的時候 他買的 我們買的這些東西是 美軍可以使用的嘛 所以他的言下之意是說 你多買一些武器 他的保護費 對 不要 而且他還說什麼 他說我們美國 對台灣的這個 我們就是個保險公司 他還這樣說 所以顯見 他是用生意的角度 在看台灣保護這件事 只要保護費談得好的話 我覺得他是就像保險公司一樣 他絕對會履行那個保險責任 好 聽會 該講的 今天川普居然在接受訪問的時候 他最仰慕跟心儀的是威廉麥經理 想說威廉麥經理是誰 你幫我點醒才知道 原來麥經理有發動兩個重要戰爭 關稅戰爭 還有實質的美西戰爭 而且透過美西戰爭 他整個美國進到了太平洋 他變成了一個太平洋的國家 而且關鍵在哪裡 夏威夷關島 他才有辦法一路一路一路的 進到了亞洲來 更重要的是 麥經理也開創了共和黨的執政 也就是說後面執政有30多年的時間 也就是說 川普他自己自以為 未來他可能要學麥經理 把共和黨這個總統的位置 長期執政的概念 但是其實說真的 川普其實已經有開始自己的風格了 他其實可以走出自己的風格 不一定要學雷根 也不一定要學麥經理 因為為什麼呢 因為他其實這樣的商人執政 他已經告訴大家說 很多東西 只要對美國國家利益有利的 可以交易的 什麼意思呢 他今天不是講了嗎 你台灣很有錢 付保護費 對 要付保護費 這什麼意思呢 我今天來講的話 我要賣給你軍購 要賣什麼東西給你 然後要求你做什麼事情 台灣你要出錢 你要出錢又出力 你出錢又出力的話 今天台灣能夠成為 川普眼界當中的一個對象 其實台灣要自己很慶幸自己 有些國家他根本看不看在眼裡 你記不記得上一次他在北約峰會的時候 把前面一個總統推開來 對 把你擋住我的鏡頭了 那個是誰 那個是蒙蒂內格羅的總統 誰知道蒙蒂內格羅是誰 對不對 所以是什麼意思呢 他都不看在這眼裡 因為你沒有錢 你沒有那個東西 烏克蘭結束戰爭 為什麼要結束戰爭 你烏克蘭只會花我的錢 你烏克蘭來講的話 你能夠提供美國什麼貢獻嗎 不行嗎 沒有嘛 你根本就是 你今天講欠美國那麼多錢 你未來怎麼還對不對 所以烏克蘭今天 折倫斯基也說什麼事情 說他其實已經跟共和黨 也好好私底下談好事情了 未來來講的話 他相信川普也會跟他好好的 結束到這次戰爭 為什麼呢 這一次折倫斯基到華府去 這個拜登不是叫錯他名字嗎 叫他普丁總統嗎 事實上在場有很多共和黨的州長 都偷偷的跟這個折倫斯基見面了 都在喬什麼事情 接下來怎麼結束戰爭戰爭 而結束戰爭的主要目的在幹嘛 全心全力對付中國 這其實才是川普他們說要的 而且川普還沒上任 俄乌戰爭的氣氛已經改變了 現在折倫斯基居然講 他願意邀請俄羅斯也就邀請普丁 參加第二次的和平峰會 是 和平峰會要定在什麼時候 美國總統選完之後 11月中以後 然後這時候呢 折倫斯基也認為說 俄羅斯應該會派人家參加 他做面子給川普 是 因為所有的風向完全變了嘛 所以代表說這個東西趕快結束掉 結束掉幹嘛 結束掉美國全新全力 等到明年的1月的時候 新的總統就職 川普就就職之後 全心全意來對付中國 這才是中國現在為什麼大家說 全屁屁臭的原因啊 那你再看到一件事情 普丁有講什麼話嗎 沒有 普丁有說習近平現在 就是說到底這個 中俄之間的關係又怎麼樣 現在其實又互相在猜忌啊 所以換句話說 其實大家都在等著川普上台 而現在所有的民調指數 雖然說什麼民主黨 親民主黨的媒體做什麼 只差兩趴或是差幾趴 那都不是重點 因為美國的選舉就是 美國人的這個選舉 總統選舉人團 所以你今天共和黨 在民調普選票上面 可以贏一些的票數 那這代表說已經早就過了 這個川普來講的話 贏得270票 半數以上的總統選舉人團 現在據大家投計 已經拿到320幾票了 應該篤定當選 今天很多人看到了 川普的談話之後 都嚇死了 我們就看到今天 台灣的股市也下跌了 現在大家非常擔心是 本來以為說 川普上任以後 要全力對付中國 就沒有想到 他能夠全力保護台灣嗎 沒錯 川普在接受專訪之後 居然說了 台灣為我們做什麼 台灣奪走了 我們的經濟面事業 我不知道 現在中國 這麼想要評論台灣 我要保護台灣 有什麼意義 那不是嚇死人了嗎 抱歉 很多人嚇到對不對 但是我跟大家講 大家不用怕 為什麼不用怕 川普必須不得不 他怎麼樣都要保護台灣 他沒有選項 沒有任何選項 為什麼 你看他副總統的參選人 說什麼 如果台灣落入中國的手中 經濟大蕭條 可能會重現美國 這麼嚴重 寶傑 經濟大蕭條 再來的話 美國就完蛋了 他說什麼 美國的資訊革命的所有東西 都掌握在台灣的手中 所以就是說 台灣的晶片業 是美國不得不保護的一個東西 所以今天按照川普的說法是 台灣偷走了美國的晶片事業 對 可是就反正來講的話 你今天所有的晶片 已經掌握在台灣的手上 是的 如果台灣落入中國的手上的話 那美國只有一條路 對 會陷入經濟大蕭條 對 所以寶傑 他川普講這個意思 到底要什麼意思呢 其實很簡單 他後面講的才是重點 他說要我們保護可以啊 你要給保護費啊 所以他重點就是 他要跟台灣拿更多的保護費 要更多錢 對 沒錯 那好 很簡單 我們台灣呢 他後面還說什麼 他們非常有錢 他們非常有錢 他還說這樣 所以意思其實很簡單 大家講他這句話的意思是 他要賣更多的武器給台灣的意思 而且你幫我們做了一個統計 原來欸 這幾年來在蔡英文的手上 也就是當川普上台之後 我們已經交了很多的保護費 沒錯 而且我看到那個數字幫我嚇一跳 蔡英文任內 八年任內 他買了多少武器 買了五千多億的武器 抱歉 我跟他講 川普為什麼講這句話 很簡單 因為川普 事實上川普 我們比較川普跟拜登 抱歉 你知道 川普跟拜登來說 誰賣給台灣的武器比較多 誰 川普賣了武器給他 而且他很多是 他過去 美國不敢賣的 他全部都賣給你 所以等一下 他的意思是這樣子的 如果你台灣有錢 繼續交保護費的話 你要什麼 我可能都可以賣給你 所以你看他的態度 就是這個意思 好你看 我們整理出來 這是川普任內 對台灣的軍售 從2017年 一直到他卸任之前 對 一共洋洋灑灑這麼多 好你看他的金額 都是一來幾十億幾十億 八十億 十八億二十三億 我跟他講 完全我跟他統計出來多少 你知道嗎 一百五十五億美金左右 一百五十五億喔 這個新台幣來說的話 大概是四千多億 快要五千億 四千多億 對好 那當然 這是川普 我們來看拜登 拜登你仔細看 他從2021年到現在為止 你來看 他賣都是什麼 七點五億 這個還有幾千萬 幾千萬 他很少 但你比超過二十億的很少 他加起來的話 他好像很挺台灣的 對 但是他賣給台灣的武器 只有五十五億美金 五十五億跟一個 一百五十五億的 差很多啊 所以你如果只是從 這個所謂的數量上面 對 拜登賣給台灣十六比 對 川普賣給台灣十一比 對 可是川普賣給十一比的時候 是一百五十五億美金 對 可是拜登賣了十六比 只有五十億美金 對 所以川普很簡單 他的意思就是說 你要賣 你要武器的話 我可以賣更多給你 你只要願意交更多的保護費 你看他賣了那麼多武器 而且賣了很多武器裡面的說 寶傑過去很多 我們都是拿不到了 像很簡單 F-16CD 他就賣給我們了 F-16就是他賣的啊 你說F-16的升級方案 就在他手上 而且F-16V也是在他手上 對 除這個M1A2的戰車 也是他賣的啊 我們來仔細看 他的這個裡面的很多 細項來說 你看 M1A2的主力也是他賣的 對 這都是他賣給我們的 還有什麼 MK448的 魚類 這個都是他賣給我們的 所有東西都是 還有標2飛彈 對 各式各樣 你看 楊楊傻傻非常非常多 還有愛國者三的這個 這個領主線的更換 這些維修 海馬斯的多管火箭炮 還有我跟你講 還有一個非常非常重要的東西 是這個 這個F-16 F-16的新式真道夾艙 我們最近不是在講嗎 我們的真道夾艙 拍到這個 這個中國的戰績嗎 寶傑那個是舊式的 這個是新式的 這個是什麼 2027年要交付 這個是目前為止 美國還在測試 最新款的真道夾艙 他都賣給你 所以 我跟他講 川普嘴巴是縮的 好像我不要保護台灣 問題是 他知道 他不得不保護台灣 但是呢 他希望買完 買更多的武器 所以你要講的 現在就如果在談保護貴費的話 你才去找出 他當時賣給台灣 什麼樣的武器 結果你就發現 他的任內 居然賣給台灣 155億美金 而且過去我們想要買 買不到的 非常珍貴的 空中飛的 地上跑的 還有水上游的 都來了 所以台灣的武器呢 現在為止來說 讓解放軍會有點害怕 其實大部分的東西 都是川普賣出來的 我們來看嘛 F-16V嘛 這個從F-16 CD 還有F-16V改造之後 所有東西 都是川普賣出來的 而且你說那個非常重要的是 它的複蛇之盾的 那個電站系統 它是可以直接跟印太司令部連接的 對 也就是說 Link-16相關東西 也是他賣的 好再來 我們MQ-9 這MQ-9B 也是他最後的任內最後的時候 賣給台灣的 那我們就講嘛 MK-84的月 讓這個中國的解放軍 海軍相當害怕的 因為之前 有一在環太平洋軍的時候 我剛剛講的 所有的狂轟爛炸 要把一個戰監 把一個既得級的戰監給炸掉 怎麼炸 他都炸不成 最後有一個大騷招 就是MK-48的這個 這個AGM-48的 對 這個魚雷 一枚魚雷就打斷龍骨 就把既得艦給集成了 對 還沒有錯 還有什麼 海馬斯的多管火箭 這個都是他賣給台灣的 還有我們就講嘛 M1A2的這個戰車 主力戰車 所以我再說 他嘴巴是說 我們保護台灣幹什麼 但是事實上 他是怎樣 能賣就盡量賣給你 反正你台灣非常有錢 我就把這個武器賣給你 所以我才說嘛 所以台灣敢買我就敢賣 對 只要改換出錢的話 台灣要什麼的話 他如果可以賣 他絕對賣給你 所以你敢賣我就敢賣 對好 所以你知道 這就是川普的態度 他就是想要賣給你嘛 那我為什麼說 他不得不這樣做 保證實際上 他身邊的目前的所有人 除了川普之外 每一個人都要保護台灣 你看 從現在美國眾議院的議長 現在美國眾議院議長 就是共和黨籍的強身 他說什麼 中國對全世界的威脅 造成最大的這個狀況 所以我們要集中火力 來對付中國嘛 那龐佩奧也要對付中國 然後這個賴海哲也要對付中國 然後納瓦羅要對付中國 對付中國的時候他要怎麼辦 他一定要保護台灣嘛 如果對付中國的同時 讓台灣被中國拿下的時候 那他對付中國對付個鬼啊 其實就看到了 我們看到美國的事情就講 現在川普在幹嘛 他在召集 理念契合的抗中門徒 沒錯 我們就講嘛 事實上你看他的這個副總統 范斯也是一個非常抗中的 他就講嘛 我們現在要集中所有的 把烏克蘭的戰爭趕快結束 集中所有的火力來對付中國 龐佩奧的態度也是這樣啊 龐佩奧前一陣子出的 這個自傳裡面他還說 我們要承認台灣 另外幫我說你看 這個納瓦羅 他目前還關在牢裡面 他因為藐視國會對 但他出來了 他一定也會到這個川普的身邊 賴海哲就是川普時代的 對中國這個所謂的 關稅談判的最重要負責人 也在他身邊 那你跟我們講 美國眾議院的議長強身 還有非常多 美國現在所有的強硬派 全部都聚合在他的身邊 所以我跟他講 事實上目前為止來說 他身邊都是要抗中的時候 對台灣態度 絕對是不可能會放任台灣的 而且他們不但是聚合在 你說現在最重要的關鍵的主權率 對其實要對抗中國 對抗中國在這個大的這個潮流下 台灣也沒有選擇了 對沒錯我們就講 事實上現在為止來說 川普很明顯的 他上台之後呢 完全就會開始對中國客觀稅 對然後對中國的科技來說話 會全面的脫鉤 全面的砍斷 所以他第一個優先打擊的對象 絕對是中國不會是台灣 所以台灣他今天開始恐嚇台灣 目的很簡單 他就是要台灣多交一點錢 多買一點美國的武器 對不對今天很多人 都被川普的話想嚇到說 我們要保護台灣嗎 我們要跟他收保護費 而且他把我們的金片事業 全部都拿過去了 好像我們佔了他很多的便宜 可你說這個不是重點 因為現在最重要的主權律師 你川普到底最重要的敵人是誰 如果你最重要的敵人是中國的話 那台灣在中間 倒也扮演一個什麼角色 而這個角色是你川普 可以選擇的嗎 還有我們如果回到他的第一任 總統任內的時候 賣給武器 剛剛提示中在場的時候 我們蔡英文總統這幾年來 跟美國買了多少 198億美金的武器 在這個川普時代 幾乎將近150億 剩下的才是在拜登的時代 而這150億的武器 你說對台灣來講至關重要 因為現在我們的武器大量的提升 包括F16複蛇之盾的電載系統 包括MQ-9的這個海上衛士 包括遠程的MK48的這個飛彈 包括這個所謂的海馬 最重要的海馬式火箭彈 都是川普賣給我們的 你沒有發現到嗎 你把川普的跟拜登的這個軍購 整個列出來看的話 川普賣給我們都是屬於攻擊式的武器 攻擊式 那就是要打擊中國用的 那他完全不隱晦了 他你知道說 以前816公報不是講我們 我們只能賣給我們防禦性武器嗎 其實防禦性武器跟攻擊式 攻擊性武器是一體兩面的東西而已 所以最好的這個防衛不就是攻擊嗎 對 所以當時你看川普賣給我們的東西 全部大概都是屬於這個攻擊式的東西 都很厲害嗎 對 都很厲害 你看現在的美國的環太軍演 或是什麼樣的 他們都是在驗證這些東西 而且你知道不要忘了MQ-9 但是在這個拜登開始才產生的 惡物戰爭當中也是大方異彩 因為只有他來講的話你看到 這麼多俄羅斯的武器都被打趴 對 所以什麼意思呢 當年的川普他在賣東西給我們的時候 其實都沒有去考慮說 我到底要什麼捏手捏腳或幹嘛的 其實沒有 不演了 就是我只要能夠對付中國的 我就賣給台灣 因為我們要講的 當時烏克蘭的海王型火箭 可以將這個波斯克號給集成 為什麼 因為我給你精準的坐標 你為什麼要有這樣的精準坐標 我們就看到那個軌跡圖 當時MQ-9就在這個黑海的上空 除了黑海上空波蘭上空 這邊附近到處都是MQ-9飛來飛去 在幹嘛 而且是24小時的都在飛 代表說他們都在接收相關的資料 他們賣這個東西給我們幹嘛 同樣的也是在這個戰場 因為台灣用得到嗎 台灣目前是用不到 但是是美軍要用 所以他在這裡要用這個東西 而且你要用MQ-9 也要美國開放衛星給我們 才有辦法去定位嘛 所以什麼意思呢 其實他整套東西 海馬斯多管也是一樣啊 這次也是驗證說 這個東西也是可以擊潰 這個相關的軍艦 或者是相關的 而且特別強調是 他現在海馬斯火箭是社後不理 但是你只要射出去以後 誰來導引你 用美國的GPS 這個什麼GPS啊 是啊 還有美國的F-35 日本的F-35戰機 都是串連在一起 所以你可以看得到一件事情 其實我們說真的 錢可以解決的事情 都是小事情 問題是什麼東西 台灣 他為什麼說台灣錢很多 因為他知道台灣也需要軍購 但是台灣要買東西買不到 現在來講的話 如果川普他願意賣給台灣的話 什麼事情都要好解決了 現在犯事也好 川普也好 他們釋出的訊息 就在告訴你說 我上任之後 有可能接下來 我已經不管中國了 我也不會管中國抗議 他主要敵人不是中國嗎 他敵人抗議你還要聽他的啊 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他什麼東西賣 只要我們敢收 只要我們敢付錢 基本上他大概都會賣了 所以你說其實川普上台以後 中美的軍事交流 或者是我們之間的軍購 會更密切 當然了 所以你知道 不管是所謂的攻擊式武器 或者是未來跟美軍 協同作戰 或聯合作戰的相關的東西 都會在川普 如果假設川普當選的話 都會在他的任內當中 一一的實現 不過我們要知道 以往共和黨在執政的時候 就有提醒我們了 我們的軍購我們的軍費 要提升在GDP的3%以上 那目前來講的話 我們還是沒有 還沒有到達3%以上 你看上一次他也是提醒北越國家 你們每個國家都2%以上 現在拜登做到現在 北越國家已經告訴你說 32國家當中有23國家 都已經提高到2%以上了 所以現在川普如果當選的話 基本上都是壓制他 這是好事情 很多人解讀他是負面的解讀 事實上我不認為 他保護費我們何嘗 什麼時候不交保護費 我們每年都在交保護費 什麼時候常常都在交保護費 重點是我們交完保護費之後 有沒有破銅爛鐵來 還是真的有用的東西過來 那個才是重點 好那另外就是 那川普現在真的穩了嗎 我們就看到一個 最新的民調來講的話 他也不會贏拜登才2% 2%真的穩了嗎 2%基本上就夠了 2%就夠了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這些民調大部分 都是親民主黨做的 比如說CNN啦 或者是那些路透社 或者是怎麼樣 他們這些做的民調 你知道以往有一個經驗 是什麼經驗 因為民主黨就算贏得了普選票 也不見得贏得總統的位置 因為我們知道 美國他是選舉人制的 他總共有538票的 這個選舉人團的制度 這時候你要過半 今天根據CNN的統計 他不要去算搖擺州 你知道他已經 川普就可以拿到312票了 過半了 他今天來講還在算威斯康辛州 或是算賓州 那個是多餘的 如果說這些州搖擺州 又倒到川普來的話 只能說川普會大勝 而不能說什麼拜登 有可能的機會會勝 基本上他們說太樂觀了 拜登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所以現在川普 篤定當選的機率是滿高的 喂 今天川普想說 你台灣要收保護費 把大家下載 跟你說今天我們的行政 其實我們已經在接球了 我們也做好準備了 現在我們的態度是 你如果敢賣我就敢賣啊 你如果敢賣我就敢賣 你敢出賣 我敢出錢 那事情就該看了 對不對 張學遠唱會那麼貴 我要是買得到 我管他有多貴 對不對 所以重點在這裡 保安局有沒有看到 川普一講完以後 新聞都頭條 可是我們的行政院長 總共太剛好有開一個記者會 你在說什麼 總共太馬上在行政院當記者 一問他這一題 他也沒有閃躲立刻講說 台灣會負起更多的責任 立刻接交啊 你要我多花錢是不是 出錢沒問題 我就喘便便啊 我沒負起 不但錢 行政院長這樣看起來 他沒有說不要 第二個 民意還有民調還有國防部 現在為什麼當顧立雄當部長 顧立雄就是對美 他去個AIT總部耶 對 那你回國來看我們的國防研究院 顧立雄就去買武器的 對啊 那美國要我們多買 現在是怕說我們願意出錢 就沒有人要賣我們東西嘛 而且寶傑哥 他講的是protection 是保護 他不是只有講直接買而已 今天不是只有武器 我們是花錢買保護 那叫保護費嘛 那這個東西很糟纏 大家講說這樣就有效嗎 有效不效我不敢說 最沒有已經說 你出錢我就幫你保護嘛 那大家講說這樣就簡單 出錢就好了 你說最好就是明買明賣 對啊 你今天就已經明買明賣 你都出價了 那我出錢不就了事了嗎 所以反而更直接 所以你要連結喔 因為有人覺得他是狂人 不是已經不是覺得 他真的很狂對不對 他曾經說過什麼是 中國敢打台灣 我就炸你北京 那軍事專家很嚴肅是分析嘛 這個彈道飛彈啊 核彈什麼 可是他不是 他的意思是 當我講出這個話的時候 中國大陸要對台灣動武之前 他會考慮再三 考慮再五 考慮再久 想到半天就不 所以他以前是怎麼講 你要看川普的論述啊 川普他之前講說 拜登沒有 為什麼烏克蘭被俄羅斯攻打 我如果當成人都不會 他不是天真神力 因為他說他用這種方式 告訴普丁 你敢打烏克蘭 我就給你死 所以呢普丁可能就會 猶豫再三 他的意思是這樣 所以回過頭來 當他已經開出 我們今天是聽其言關心情 不是說川普這樣講 我們就得到我們台灣的解放不適 而是說 當他這樣講的時候 如果你要比較糙殘的 直接應對說 你說我出錢你就出力 你就保護我 那我們就出錢就好啦 所以當他要我們 你就要出錢了 對 台灣現在看起來賴清德總統 還有我們的國防部長 你要看整個的架構是什麼形式嘛 第一個 對美關係 對美關係現在目前好 那美國就怕你不開價格 你開的價格 我剛剛講那個雖然是 大家覺得很跳痛 你今天大家想要去買演唱會 不管是江蕙還是張學友 你是怕買不到而已嗎 買得到的話 雖然定價5000 他說是8000 我想去我媽媽買去 我就買了 那今天台灣就最怕兩岸打仗 如果我們可以把我們的軍費 從2.5%變成3% 多1200億 而且國人是支持的 這個民調把這個你看 去年我們國防 等於是國防部的智庫 國防研究他做的民調 台灣六成民眾都贊成 我們的GDP要增加3% 3%一上去就是1200億 馬上就達標了 所以如果我們願意付這些錢 然後川普又願意 適度的保護台灣 怎麼樣的細節還可以再討論 那我相信台灣現在定個民意同意 行政院長也說我們會負責 我們的國防部長是對美關係好的 賴清德總統是務實的台主工作者 這樣一拍集合 那就搞定了 就是說現在我們看到川普 可能當選總統這件事情 其實不用太擔心 但是因為他除了軍事上要付錢之外 他什麼都講錢 在貿易上也是一樣 他會提高關稅 他會要求美國優先 他會matter in USA 所以你要了解 當他跟南韓都直接開口 五倍軍費的時候 他跟台灣也講說 你要付錢完全不意外 但他要說到做到 我們真的付了更高的軍費 更高的國防預算之後 他願意協防台灣 我相信台灣的部分民眾是願意接受的 今天這個講話 今天台灣人很多人喜歡川普 因為川普上任的時候 然後對付中國 他對付中國以後 給台灣很多很好的武器 然後讓台灣剛剛講的 我們的自尊性也提升了 安全給也提升了 結果他今天怎麼說 你給我賺太多了 好的東西都給你賺掉 你台灣人還有錢 所以你也要保護他 給我保護他給我勾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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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台灣人要有信心 要有信心 不用怕 不用怕 GDP3% 3%到多少 中午算也要帶24%而已 24%是多嚴重你知道嗎 100塊要拿24塊來做國風 你其他的補助 老人年金 六四戰場的補助 這些補助款 都會去拿到嗎 會 但是這沒來 多少 這台灣人的命運 75年來 從1949年到今天 我們都是吃美國白的治療大 真的 所有的部長 系統 建造機 所有的武器的系統 全部都做美國白的治療 對 有一年1992年 我們改換白煮 改吃法國白的治療 慘嘛 你去買到那個環槍2000 你會記得賣嗎 對 一年白煌 一年藉藍白的三隻 最多的兩隻 三隻最多的兩隻 對嗎 對 那也幫我們開 我成功 但是 你因為發貨 武器跟一般不一樣 所以你剛才在說 你如果開箱 你咬不就咬不 對 來F35米的 你咬不就咬不 我最想要買 你最想要買 他咬不就咬不 現在很強的 像美國的會唇的 叫做什麼 叫做導彈 我們台灣所有的基調 坦白說 不用大陸 全世界的人 對 有錢的商品 看都知道 我們的包圖在哪裡 對 第一時間把你弄 你說F16 A米跟CD有錄影嗎 沒有 沒有 不會不會 唇什麼會不會 唇什麼 F35米 對啊 對不對 你在帛琉 你就把我放F35米這樣 你現在剛才想說要補 有啦 奈格有錢 家庭才有錢 六塊八百 我敢買 你買不 你敢買不 問題 美國圖案 你敢買不 你也不記得 他現在是在那搶土 他目標不是爛 他目標是什麼 他在做總統 你不記得 保證 他說什麼 台六 就是這塊倒閉 台灣 就是筆尖 十四顆 那時候是怎麼看 你問說 他四個年 賣我們 賣到百六億的美金 拜登 現在賣我們三四十億 四五十億而已 不是這樣 因為武器是這樣 換台的時候 就比較大錢 對 所以那個換台的時間 夠嗎 來 他很聰明 您負錢 他在賣到任總統進行 那黨外 他就去北洋說 欸欸欸 北洋是我在補給您的 對 別家說 你怎麼會二、二、三、八 那個時候 你會記得 那個美科 那個在國跟法國說 我們兩個 不要插他 那個小的 我們來做一個歐洲軍 你會記得嗎 有 那個時候 歐洲就像北洋說 你這樣一拍一拍 他一直在動 對 整個我們自己來建立歐洲的部隊 跟軍隊 對 他都算好 到日本 日本去 他也說 來來來 交情 我所有在自在 所有人 所有人 空中 不是日本人在管 日本人是很無聊 美國人在管 飛機什麼人可以過 什麼人不可以過 是美國人在管 所以說 你怎麼花錢 欸 日本跟我們不一樣 日本還有一個 Mitsubishi的重量 他是真的可以作戰 倒極的 是 所以他也是吃美國牌 吃得很大 韓國 又加一個菲律賓 現在我們吃美國牌 吃得很大 你今天要叫我們換牌子 會怎樣 不會 會浪賽 真的 你母親 你換台就對了 換一個新系統 我們整個都倒 所以不然 我們一定要去買 所以不管 只有用地費去解決這個問題 如果沒有 他來說 川普 這四個年 他騙了 旁邊沒有說 台灣不是筆尖而已 不知道 筆尖 這支筆裡面 肚子有很多水 會當抽 抽 像抽抽油一樣 所以你說台灣有錢 你來行 所以這就叫做 中華民國 一九四九年之後 台米基幹 卡到中華 台灣人也沒來 兩次 都有 收集 都有 有 有